本土確診 今天新增超過了6.5萬例 此刻台灣應美國之邀 參加了全球新冠肺炎的高峰會 陳建仁線上出席 而且他代表台灣 再捐了150萬美元 你怎麼看 亂七八糟 亂來 為什麼 這個亂來 亂來 這不好 為什麼 150萬 如果台幣就還好 美金 捐給這個峰會沒有意義 浪費人民的納稅錢 拜託150萬美元 省下給台灣人買快篩 因為快篩都買不到 那不是最缺快篩 大家都買不到 因為現在快篩很不夠 我真的覺得買快篩 真的 你覺得什麼 應該還要給台灣趕快買快篩 講實在台灣還有很多東西 我們都還沒有足夠 然後你就花那些錢 在別的國家身上 我覺得我們先保護好台灣的人民 什麼都要用自己的錢去買 蠻貴的 我覺得現在台灣好像沒有這麼有錢 我們要跟台灣人民討論之類的 因為我不知道 現在都圈了 我就是請各國多給台灣一些幫助吧 我覺得不要捲 因為再怎麼說 交保護費啊 交給美國保護費啊 對不對 沒有我覺得我們過去已經捐 給了這麼多外交的金援了 最後還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CP值 沒有CP值啊 沒有CP值 對啊 叫他捐他自己的書啊 不要拿我們錢去捐 他不是有出書嗎 對不對 真的 150萬給別人 然後還不如給自己台灣人的 真的 我們自己都不夠用嗎 還要去給人家出頭嗎 不用 台灣出頭不要那麼多 真的 你一定就是要先照顧好自己的人民 你拿這個錢出去外面要幹嘛 得到什麼 得到幾個消息 那台灣之前防疫我就覺得已經做得很好了 對啊 那現在人民最缺的就是壞掉 當然就是錢要花在刀口上啊 可以還我們 可以還來嗎 哪個東西還來 100 150萬美元 我看到嗎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6.5萬里破了 我不知道 今天嗎 剛剛公布的 還是要回家 好 那我們先回家囉 那我自己也是護理人員 就是 所以就覺得蠻不意外的 因為其實現在就是感覺有點就是 在放棄啦 就是因為你快篩什麼 還有藥物什麼都沒有準備好的話 那你相對來說共存 那一下子當然就是淪陷啦 不清楚為什麼這樣爆發 不過說實在的各國都一樣 所以台灣好像也是一定要這樣子 有點分立 正常啊 感覺我們防疫沒有做得很好 很多民眾都認為 拜託 150萬美元省下來給台灣人買快篩 不知道有多好 病毒共存的話當然要必須要配套啊 所以呢用旺旺水神來防疫 有效能夠保護您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 買的時候記得呢 輸入呢 剩下的推薦代碼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 至此